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鱼把传统化技法属于雕刻之中 通过运用深浮雕 浅浮雕 镂空雕 立体雕刻等各种雕刻技法 创造出精美的合雕作品 张鱼的作品对细节把握准确 能够将复杂的图案及文饰 雕刻的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展现出合雕的独特艺术魅力 我们请张大师介绍本场的奖品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 是双面浮雕奇兽风景十八罗汉 采用的是高浮雕的技艺进行雕刻的 感谢张大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件奖品 六位夺宝人之中 今天谁最后的成绩最好 将会获得张鱼大师制作的合雕手串 欢迎六位夺宝人的光临 欢迎你们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 来 请看 南宋端瓶通宝 南宋李宗赵云端瓶年建筑 面文端瓶通宝 楷书对赌 同钱为光备 目前市场价格1000元左右 奢电老酒 天长地久 本栏目是由奢电老酒 独家冠名播出 马上认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本件藏品宝主这位是明早期缠织连纹罐 指口 短颈 溜尖 原腹 平底无幼 火石红现象明显 灌身通体式白色透明幼 幼致肥厚 微微泛青 灌身绘三层纹式 依次为卷草纹 缠织菊花纹 云头纹 层次分明笔触流畅 青花发色深沉略有蕴散 明带早期特征明显 这件仓品描述如何是实吗 我们这个第一件宝物 刚才一开始看这个宣传片 看图的时候 大家对它很期待 觉得这怎么也得有这么大个 结果一拿上来这么小 宝主号称它是一件 明早期缠织连纹罐 各位认为这是一件真货选一 认为是假的选二 要我选我就认为不对 为什么 他这没有资格叫罐是吧 这叫水云 我觉得 这个怎么能叫罐呢 对吧 你要对于一个趋势来说 它是个罐 对于我们人来说太小了 大家看一下各位第一轮的选择 请看 5号 6号认为是对的 6号 我觉得很老 它这个底足的这个火石红的颜色呢 是不规则的 右色啊 有深有浅 我觉得运得非常不错 青花的发色呀不太像明早期 明早期因为技术它其实还没有那么成熟 我印象里有点偏灰的那种青花的表现 这个呢本身就有点太好了感觉 有点像青房 这个它虽然小 但我觉得它能做得这么端正 也很不容易 因为古代手工拉批的话 很需要手工艺人的技巧 如果说是新房的 它还不如去控制成本 去铸江成型 非这么大劲 做一个房子干什么呢 对吧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张如兰老师宣布 明早期缠织莲文罐 经张如兰女士鉴定 错的 假货 1234号赫加一分 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件宝屋呢 这个一看就是假的 大家看这个罐 首先要看一眼 从这个造型上 符合不符合明早期 从这实物上看 这个罐是溜尖 明代的罐子呢 无论大的小的一定是端尖 造型就是给我们说庄重这种感觉 清代呢我们做的是秀丽 明清有很大的区别 这个口是一个六方的口 我们说明代有这种口 这个六方 你看那底族 是明代那种萧切底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 这个罐子 首先在造型上就不对 第二点底族说是火石红 我告诉大家 这就现在做的无论气的颜色 明代的这种罐子呢 一定都已经在底族了 做这种平底的 也不可能是这个颜色 火石红的颜色 不是整个这个底都是红的颜色 因为太子里含的那个铁 在烧的过程当中 会有斑斑点点 不会像这整个抹成这样 还有一点青花色调 看到它还是有点像苏尼泊青那种料 还有西斑那种表现 但它这个西斑是反出亮光的这种 这个叫做重笔丛图 而不是真正的苏尼泊青料 反的那种西斑的那种表现 还有这个白柚 明代的柚子特别肥厚 明代和清代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柚子肥厚 它一定是白中闪青 从这个底音就看见 这个柚子多么稀薄 明代和清代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柚子肥厚 这件东西呢就不是名字 它是一件现代防品 好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200能拿下来吗这个 能 没问题 差不多啊 差不多 还是今天的第二件宝物 请看 第二件宝物 跟第一件相比 这个头起码大了一圈 我们想请教一下 三号夺宝人唐文利先生 你看到这件宝物 你感觉它是个什么呢 紫砂壶吧 你见过紫砂壶还有这么高的吗 没见过 尤其它下面还有一个炉 下面有炉子 炉子里边那烧什么东西呢 当时应该烧炭吧 烧炭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东西呢 民国跟清朝之间吧 上面有字 贴画轩 贴画轩是谁的唐号呢 戴国宝 戴国宝 他是什么人呢 画画的 是个画家 画家 对 他也做紫砂壶 他用铁东西在那个做画嘛 好 三号给大家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保主已经来了 保主认为他是清代铁画捐紫砂壶 他上来之前咱们先选了吧 好吧 我们有请保主上场 主持人好 欢迎王翠翠女士 好 我们请王翠翠女士介绍一下这件宝物 这个宝物呢是我一个朋友托我带过来的 他是跟市场上逃过来的 说是清代那个铁花圈的一个紫砂 让我问一下各位老师是不对的 你要问一下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吧 来 请看 所有人都认为是对的 您觉得我们今天的夺宝人水平怎么样 水平真的好 真是 所有人都认为对 有那么对吗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洁先生宣布 王翠翠女士带来的这件 所谓清代铁画捐紫砂壶 经杨宝洁先生反复鉴定了他的结论是 好 请杨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件大开门的作品 铁花圈的这个是戴国宝 戴国宝它也是画的 它也会做这壶 拿那个钢针式在这上面刻画 因为这个叫铁花圈 他请了那个时代的士胡大师们 做完之后他上面刻画 好来等于品牌在这卖 卖得挺好 老品牌 老品牌 对 底下这个炉子是搁碳的 那空路眼是八卦图案 这是钱卦 中间这是昆卦 上面是这个做的这个壶 跟一城堡似的 一边刻字一边刻山水 非常有意境 早年间呢这是东西开门 这多吗 现在市场上 完整的不多 我们经常看的就剩一壶了 炉子没了 全套的少见 王女士 你那朋友说这得值多少钱呢 逃的时候是花了两三万块钱 那是哪一年的事呢 得有十来年了 十来年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 你拿好了 你这路上要给我菜了 你得赔我多少钱 说这话了吗 倒真说了 嘱咐我了 说赔多少钱 我觉得得有八九万块钱 保主的心理预期也是八九万块钱 来 请各位出价 我们来看看这一轮大家的出价 来 请看 最高呢也没有太高的 也就是十万 当然有个低的啊 两万 你没听刚才保主那预期吗 你还价还有这么还的吗 人家说八九万嘛 你说两万卖嘛 说一下你的理由 就是老的 然后再加上它上面字和画 就是一把普通的老胡呗 对 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又没有什么名人用过 对吧 对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愿意出十万的孙文奥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 能一套流传下来 就非常非常难得了 因为市面上大多数可见的 就是一个胡 或者底下一个托 然后呢 这个胡吧 它有文饰有装饰的 所以特别难得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铁化轅 紫砂壶带炉子 给出的估价是 八万 一毛钱都不差的是 四号 四号 夏宜森 所以你那个朋友啊 这个估价还是很准的 八万块钱这个价格 我们来听一听 杨宝杰先生的点评 这个我看着没人用过 新的 新的 包括民国海域的 然后人家买了之后 太多了 不用 到最后可能人也没了 这个胡留下了 这还能使 就类似这样的胡 也是铁化轅的胡 也是这个两层造型 拍过 十万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价格呢 也是现在能出手的价格 这得于是有工匠的艺术 还有画家的艺术 谢谢杨宝杰先生 也感谢王翠翠女士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好 本场的第一件书画上台了 这是一件号称 《无作人熊猫土》 我们请李晨老师为我们介绍 赫赫有名的《无作人大师》 《无作人》先生呢 早年呢 是上中央大学的艺术系 跟徐悲鸿先生学习绘画 所以他的这个绘画理念 绘画风格 受徐悲鸿先生影响很深 后来在徐悲鸿先生的帮助下 又去法国留学 留学之后回来 又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 艺术系继续任教 所以他的这种绘画的理念 理论和徐悲鸿先生 蒋兆和先生是一脉相承的 他们这一派的观点是什么呢 是要用西洋画来改造中国画 徐悲鸿先生强调 造型是一切绘画的基础 《无作人》先生呢 绘画分成两个阶段 在五十年代以前呢 主要是进行油画的创作 五十年代之后呢 又趋向于水墨的创作 因为他觉得中国画的水墨 更能抒发自己的意愿 心情 他画的熊猫 骆驼 熊鹰 这样的这个题材比较多 造型非常准确 大家来判断一下 这件作品到底是真还是假 请各位现在就做出选择 我们来看本轮大家的选择 请看 来 四号 我对他的画的判定啊 有特别特别多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说这个熊猫它是麒麟臂 然后它一定要是大象腿 然后还得水捅腰 特别还有一点我自己判定的 比较俗的一点 就是这个熊猫它的耳朵 要像狼狗的耳朵一样立起来 它都要竖着啊 一定不能趴着 在你也是个完美的熊猫 是吧 对对对 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如果非得要挑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这个竹子呢 略微短了那么一丢丢 哪头短的 就是它背后的那个竹子 背后的竹子 就是应该再垂下来点 是吧 对对对对 它觉得背景啊 稍微啊简单了一点 背景还可以再来点竹子 我倒觉得这背景还挺好的 它正好能够突出 本身熊猫这个主体的表现 如果背后的这竹子太反了 它这个反简之间的变化就缺少 吴左仁先生把熊猫那种憨态可居的感觉 表现得特别真实 而且它又结合了中国水墨 孕染 包括浓淡之间变化的这种特征 把中西结合这特征 在这画里边 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 然后特别有那种 那种真剂的气息在里边 真的不能再真了是吧 我感觉是 你说这张画咱们极头白脸的买得值多少钱 要真是极头白脸的撒开的话 我待会再告诉你 他一个个自信的 激动的 就我们买东西就怕什么呀 你看到这个东西第一眼 天哪 就是它了 就没有冷静的这个阶段 尤其是听李晨老师这么一说 你们就以为李晨老师说的 那么多好词都是说这幅画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李晨先生宣布 号称《无座人熊猫图经李晨先生鉴定》 这是一张 真迹 各加一份 确实是不是太好了这张有点 李老师给我们讲讲这张画 极其准确这个熊猫画的 无论是神态还是造型 吴作人先生在造型上是无可挑剔的 又把中国的这个水墨的血液的这种意趣 熊猫的憨态葛居和竹子的飘摇的这种状态 完美地结合在这画里 这件作品呢 是一件吴作人先生的精品 精品该值多少钱呢 请各位出见 来 我们看看各位这一轮的出价 请看 十三万 十六万 六六六六 八万 一万五千元 六个字的形容四号今天的行为 说大话 十小钱 你知道吗 你看人家真精而言 25万就 是吧 我也知道它这个价值 它一直熊猫应该再隔十万往上 而且这个话特别标准特别好 那你就给一万五 这个15 实际上你是本来要多加一个零的 是吧 是的 因为我对它太了解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吴作人熊猫图给出的估价是 15万元 最接近的是黄珊珊的 16万6666 好 下一位 15万元 那这张也就是一瓶尺多一点 李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价格 吴作人先生的价格在市场上 一直很坚挺 而且呢 作品也不是太多 另外呢 画的最多的还是金鱼 熊猫啊 骆驼啊 相对来说少一些 所以物以稀微贵 这个市场一直保持在一尺啊 十几万这个价限 那熊猫贵还是骆驼贵 上回来过一骆驼我记得 是吧 骆驼更贵 骆驼更贵 对 骆驼更贵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件宝物 请看 本件藏品保主在北市清晚期 仿竹文帽筒 仿竹 色泽逼真 词竹莫变 咒事绝不类词 细便才知 皆是幼稚变化之神奇 这件仿竹文帽筒 气身中间绘宝平 上述三级 取平及谐音 亦为平生三级 为明清两代传统吉祥图样 文式刻画自然天成 又富有情趣 既是一件实用器 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那么这件藏品描述符合事实吗 清晚期仿竹文帽筒 各位请 现在就做出选择 认为真选一假选二 请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只有一位认为不对 我们听一下5号的意见 他这个布局的话 真的是太乱了 中间那是一个瓶子 应该是一个博古文 但我觉得他这个布局 太撒乱了 你觉得清晚期就出不了 这么差的东西是吧 是 只有现在才会出这么差的东西 对 而且不懂审美 茂童他其实起源 并不早 这个清朝嘉庆的时期才有的 他主要是那时候戴了那个官帽嘛 能戴起官帽的人 也不是普通人家 多少有一点水平 是吧 对 对 也是很讲究的 接下来我代表本欄部专家 张如兰老师宣布 清晚期仿竹文帽筒 经张老师鉴定 这是一件 谢谢 真货 12346号 回家一分 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些帽筒 帽筒 从嘉庆开始一直到民国都有 清末不是专门是割帽子的了 帽筒作为一种陪嫁器了 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尤其像我们北方人 陪嫁俩帽筒 两个罐 两个瓶 和我们生活很贴近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能看出 它这个帽筒这个时代 但是怎么来区分说 清中晚期 清中期和清晚期 就主要从彩上和这个造型 还有从什么上看呢 装饰手法上 从这色调上来看 那么像这种 我们说仿竹文的这个 你看它是一个三彩器 为什么我们说是三彩器 因为它在彩里头没有红色 三彩是从康熙时候有 康熙时候有碗 有瓶 什么都有 那么在清代的晚期 这个帽筒是独一的 这个颜色的帽筒一定是同志时期 只有同志时期才出现了这种 我们叫素三彩的帽筒 中间采取了这个雕词的这种做法 我们看呢 瓶生三级嘛 清晚期以后作为一陪嫁品 作为一个家庭的装饰品了 他希望他的子子孙孙瓶生三级 所以是一个寓意好 另外还有一点 大家要知道 在清代的时候 中晚期以后 我们的帽筒不仅有这个 仿竹文的 我们有方的 带窟窿的 大家都看那海棠式的那个窟窿 那么就已经到了清的末期了 这个一定是民谣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仿生词 仿生词是指仿造现实生活中的 生物 器物等不同物体的外形 或者材质烧制而成的瓷器 以为妙为孝 以假乱真为最高目标 仿生词早在淘气中就出现过 到了乾隆时期 仿生词最为新生 这一时期的仿生词栩栩如生 几乎可以乱真 仿生词分两类 仿造现实中生物造型烧制的瓷器 称为造型仿生词 仿造材质和机理烧制的瓷器 称为装饰仿生词 乾隆时期的造型仿生词 大多寓意吉祥 这件乾隆太平有相瓷素 胎体厚重 象背上佗宝屏与象身连接 粉彩描绘象身上的彩带 形象避震工艺精湛 这件清乾隆绿釉铲花盆 也属于造型仿生词 禅杵头部上扬 白眼黑猪全身绿色 铜身不满尖刺 胸为粉红色柚 禅杵在中国古代是吉祥的象征 读书人科举高中 被誉为禅功折贵 仿生词中还有模仿植物和水果的 这件仿生词果盘也寓意吉祥 果盘盘面洁白 口颜湿金彩 盘心握肥蟹 四周环绕荔枝 核桃石榴等果品 肥蟹寓意为一甲 也就是科举制度电视第一名 核桃寓意满浮满寿 荔枝象征万事吉利 石榴寓意多子多福 整件器物的造型优色 均表现出各种果实成熟的自然状态 构思巧妙 除此之外 乾隆时期的装饰仿生词也精致逼真 这件仿木纹碗内地精彩 外地木纹柚 褐色木纹清晰逼真 古朴大方 这些仿生词代表了乾隆时期 仿生词的高超技艺 也寄托了人们对太平盛世 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件东西在机构眼里 会值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这轮大家的出价 请看 一号出价25万 来说一下您的理由 我觉得这件吧 虽然是一个清晚期的 您要的一件东西 但是它首先工艺呢 其实说白了极其复杂在我看来 本身有仿生词特点 又有堆丢 你现在让一个手艺人 要照着他这个做这么一个 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当时能做这么细路东西 我觉得挺难得的 保存到现在 这种东西可能存质量 应该也不会特别大 还是可以估到这样一个价格 花的有点高了 年份晚了一点 这个价格买这个 我卖您十个吧 我觉得年份只是在艺术品当中的 一个方面 不代表年份早晚 就能决定它的价值 你比如说宋代的 就一定比清代的贵吗 不一定 它是民谣 民谣的东西 如果清三代可能会贵一些 但是这个晚清的民谣 而且化工也不是非常好 虽然寓意好的吧 它也值不了太高的价钱 这个价格已经不算太高了 好 我们来看看本来不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晚期仿竹纹帽筒给出的估价是 三万元整 五号加一分 一毛钱都不差 既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 三万 三万元的价格 张竹岚老师作何评价 这三万元的价格就是去年 文物交流会有一个展览 展览当中这个就标三万元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符合当前的价格的 我说的不是拍卖价格 有行情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一号这个呢 是这个是这么想 它是民谣 另外它就是说 我们是老百姓陪一家的东西 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另外它这个在存量上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好在哪儿 它就是这个做的价格式 你要一般的帽头 还卖不了三万元 好 谢谢张老师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请看 一件颇有文化气息的藏品要上来了 我们还是请教一下 见多识广的三号唐先生 这是一什么东西呀 上面写了《翠玉燕》 大清乾隆50 11年 这是个燕台 拿翡翠做燕台呢 我们也不太常见 各位认为 真选一 假选二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5号 6号认为真 1234认为假 听一下2号的看法 为什么假 翡翠传到中国 真正流行起来 也是要到晚期了 慈禧太后喜欢翡翠 就乾隆那会儿没来呢 对 不流行 用这个做燕台 所以它有可能就 民国呀 或者是这些比较老 是老的 但它肯定达不到 清乾隆的这个年份 6号 你为什么认为它是对的 上面的这个雕刻手法 就特别像就是乾隆 那会儿玩翡翠的一种 雕刻的这种手法 乾隆是玩翡翠的是吧 他特别喜欢 就是很燕的东西 这种蜡绿色 就很符合他的这种 审美习惯 不用等到慈禧太后那会儿 乾隆就已经开始玩翡翠 还玩得花里胡哨的 是吧 对 你们俩这历史 不是一个地方学的 反正我看出来 好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清乾隆翡翠燕 经杨宝杰先生鉴定 这是假货 1234号加一分 好 杨老师 就是乾隆说有翡翠 人家里出头的好些 就是王子墨 当时人不重视 看那翡翠也不看什么水头 就看有点绿就完了 这个东西呢 应该是到不了乾隆 应该是清晚期的东西 翡翠没问题 不是特别好的翡翠 算硬玉 款感觉是后天的 因为这个时期啊 有使这个玉做这个雁台 隔的做法 不是乾隆那时候做法 乾隆那时候不这么做 这跟乾隆就没什么关系了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六线 好 接下来 本件产品 保主认为是清早期 青花狮子绣球纹周冠 气形秀雅 网口 短竖井 胡腹 圈足 同体会青花本事 青花发色鲜艳明快 主体本事为青花双师细球图 双师回首不盼 互相嬉戏 生动传神 理法率性洒脱 极见义趣 整体给人以丰满潇洒 生动华丽的美感 这件藏品描述符合事实吗 终于来了一件厨房用器了 我刚才听见短片介绍 它是一个周冠 青早期青花狮子绣球纹周冠 各位认为 对选一 不对选二 请 好 我们来看看本轮大家的选择 有一个人不认同 五号说我不爱喝粥 好 五号说一下你的理由吧 因为我觉得从他的画工来说 就是这个狮子画得特别的没有精神 然后整体它这个青花发色 也感觉特别黯淡 无光 不是特别脆艳的 跟青早期的那个好像 十代特征不太浮 说不过去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张如兰老师宣布 清早期青花狮子绣球纹周冠 经张老师亲自熬粥实验 得出结论 这个说法是 这个说法是 对的 一 二 三 四 六 八 请张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粥罐 粥罐我首先告大家 红箴才开始有的 清代一直到光绪到民国 都有这种粥罐 也是青花的也有彩的 到民国说还有那个人物的 粥罐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 你认为这个狮子绣球画得不好 狮子绣球这个图案在不同的时代 还是有不同的表现的 那么狮子绣球我们见到的 从元清画就开始有了 那么明代我们有狮子绣球 绣墩一直到清代都有 到同志的时候 这狮子就画得很形象了 越大往后 这个狮子就比较形象化了 不同的时代 这画的是不一样的 不如说它像和不像 还有一个我们看了这个造型 这个康熙的一定 你看那个造型 它是端尖 越来越后就是骨斧了 就不是端尖了 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造型 但它一定四边有两个眼 它有两个铁环便拿起来 另外它一定有盖 它就给缺盖了 我们知道这个粥罐一定是短镜 它不应当有很高的这种镜 那它就没法盖盖了 你看这个底的菜子很细腻 这个粥罐一定是平调底 而没有底松 所以我们大家一记住这个不同的时期 那么这粥罐的表现也不一样 好 谢谢张老师 这样的一件粥罐 在机构眼里现在值多少钱 请各位出价 我们来看这一轮大家的出价 最高出价20万元 最低出价4万 我们来听一下最低出价吧 4号 清早期的粥罐呢 其实是很难得的 因为距今有360多年 我之所以给价钱给的比较低 是我看到它好像身上有一道冲挺大的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残件 因为全品保存到现在很难 而且也会很高的价格 这如果是个全品应该能有20多万 1号出5万 一个相对中庸的这么一个价格 说一下理由吧 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任性的这个缺乏 这件呢 我觉得5万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转变期 从明末到清初啊 这个像这个粥罐 确实我觉得相对来说 可能比较少见 但是呢 这个毕竟粥罐是一个日常用具 而且呢实际上 如果是质量好一点了 我们会归到明末 这件呢作为清初呢 我觉得定的也是很对的 因为它本身确实 这个整个的青花画法上 这颜色的变化上啊等等的 还是略显粗糙一点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欄部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早期青花 狮子绣球纹周冠 给出的估价是 3万元 最接近的是出价4万元的工程 4号 嘉宇森 很多朋友看我们这期节目 可能觉得 这期节目东西都好便宜啊 张老师这个价格便宜吗 这件器物如果没有毛病 一定比这个价格要高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看它底下有那么大一个充限 那么这瓷器就怕有毛病 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 我们为什么给这么大价钱 是它这个青花色调好 这个品相还行 但实际上这个周挂第一是实用器 第二它缺盖了 第三它底下有一道 所以我们给的价钱呢 就比较适中了 那因为这个你要是好的品相 那你六万七万都很有可能 你看我们还特地把这个 正面有冲的这个照片 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这个冲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今天是个冲 明天就是个缝 后天就嘎巴变成两截 好 谢谢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七件宝物 请看 我们来期待一下 见多识广的二号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个何天狱的玉佩 到什么年代 清代 你现在就认为是到清了是吧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意 我看着像新的 像是青海料的 不像何天狱的 当代清海料做的 是吧 请各位做出选择 保主认为它是一件 清代白玉露雕麟配 唐先生看这东西的表情是这样的 选择肯定跟大家不一样 来看一下大家的选择 来 有意思了啊 二号这个你这看上去 跟我们这个表面上看你不太一样 你说这是清代的嘛 但保主也说清代的 你为什么认为不对呢 我觉得它背面 它这个应该是个银的 正常的话 银的如果变老了 它不会在那个凤凤里这么脏 对玉的本身 因为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材质 所以没有办法判断 到底是清海料还是何天狱 但是如果是清代到现在 那个银自然地氧化出来 不像是这种藏屋纳垢中间 这样特意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判断 还是做就 来 三号告诉他 这个玄机在哪里 三号 我感觉这个玉看得很圆润 刚才就看跟你说都看入神 不用看那个别的那些毛病了 是吧 对 我就光看玉就够了 玉本身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 是吧 好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杨宝洁先生宣布 清代白玉漏雕麒麟配 经杨宝洁先生鉴定 这是一个 真假货 13456号 加油 那么杨宝洁先生 接下来就要正面回答 二号提的那个问题 这个银为什么脏成这个样 银很容易氧化呀 一氧化就隔时间长了 隔个几十年 它一受潮就这样 这个肯定没当好东西那么隔着 背面还有银号的字号 这一看就没放这几个地方 比如放个比较接着干的地方 比较潮的地方 比较潮的地方就这样了 但是这个表面这玉 还是没什么能受起 雕工还行 其里那个样 明清的瓷器里好些画这种图案 上面雕的这个植物 你看那叶子 叶子这叶金雕得多好啊 开门老 这个能到清代的大概什么年分 清中左右吧 能到清中期 好的 请各位出价 来 看一看各位本轮的出价 九万 三万 六万 六万 六 四万 八万 九万 大家这一轮出价都很克制 建成这么大一块玉 十万块钱都不给 我们来看看本栏部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白玉漏雕齐灵配 给出的估价是 就是三万 你还别说 二号 二号 二号对了 二号嘉宜 好 杨老师评论一下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可以吧 玉址要好的 可能就是真是十三万块钱 因为它玉址啊 就是看着不是特别透亮 但是雕工非常好 两层工 它一层楼空掏着雕的 一般的很少这么雕的 一般都是一层工下去了 这是两层工 雕的还比较细 比保存好 这个里边是正光挖亮的银 趁着这东西 能过过九万十万左右 要不给它撬了 换一个纯金的 可以洗一洗 它没洗 这东西一看就是 它没洗 可以洗 超人窝一震 把这个就绣子震下去了 这个非常影响卖相 你看我们这二号 一看就不乐意了 是吧 你不可能天天都遇上三号这样的 不在乎的老先生 是吧 不是喜欢他 他喜欢 他不在乎他脏 接下来是今天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组宝物 请看 这一组给大家拿来两张画 两张画呢 号称来自同一位作者 作者的名字叫齐坤 一件号称是 齐坤青绿山水土轴 在大家的左侧 另一件号称是 齐坤山居土 右边这件 我们请李晨老师 为我们介绍齐坤 齐坤也是民国时期啊 京京画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 早年呢 是在颜料店当学徒 在这个期间呢 通过卖颜料 他认识了不少的画家 尤其是得到了金城先生的赏识 把他收为图 中国画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呢 金城先生又把他吸收进来 所以呢 他一直跟着金城先生学画 齐坤呢 活的岁数不太大 四十四岁就过世了 他还有一个啊 就和现在年轻人 非常一样的习惯 熬夜 熬夜 他夜里做画 完了之后呢 早晨睡觉 一直睡到傍晚 他可能觉得 夜里头画画比较安静 这个创作能力比较旺盛 魔古能力非常强 魔仿古人的能力啊 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另外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善于用色 这是他和金城画派其他画家 甚至包括和明清画家的一些区别 他的用色特别鲜艳 有区别于其他画家的意趣 所以我们在看这两张画的时候 就要从这里边找啊 需要大家找了 好 各位 现在请各位做出判断 认为左边这件是对的 选一 认为右边这件是对的 选二 请 我们来看各位本轮的选择 四号和六号认为左边这个 这个大的是对的啊 一 二 三 五号认为 右边那个是对的 来 听一下一号的看法吧 为什么选这件 这两件啊 其实水平我觉得都挺高的 要不放在一起 还真不太比得出来 但一放在一起 就感觉出来了 就是左边这件啊 我觉得用色上稍微弱了一点 就你别看它很鲜艳 但是它整个用色呢 有点平 有点板 尤其是它这个青绿的部分啊 整个用的啊 这个面积啊没有这种韵绿感 而且呢就显得有点死 但是右边这件呢 就是一上来就给你感觉 能把你带进去了 那颜色又很清爽 很雅致 再结合刚才李老师说的这种 它这个木骨的能力又很强 我觉得很有宋代时期 山水那种异性感 层次啊 气韵啊 这个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这么一比较 我觉得还是右边这件更生一筹 你看一号 他这一说一件东西啊 怎么好啊 他这个就特别引人入胜啊 主要是这画好 是吧 给我吸进去了 来 请6号说一下你的观点 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是这个作者 他特别喜欢用鲜艳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幅这个颜色 真的是很鲜艳 而且他喜欢在夜间创作 这幅画我觉得就表达了一个字 就是静 但我觉得要说寂静的感觉 明显是小的这幅 能让人更静下来 恰恰因为左边这个颜色太浓烈了 反而不容易让人体现到那种静的感觉 都很有道理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李晨先生宣布 齐坤清理山水屠轴和山居图 其中是真记的那一件事 是 右边的山居图 一二三五号 可嘉一登 我们该如何去分辨它 如何从两张画中去寻找齐坤的艺术特点 和独特笔触呢 李晨老师请 齐坤擅长画这种颜色比较鲜艳的 其实呢 假的那件呢 颜色和齐坤先生的作品比较接近 一般来说我们说如果仿作 就会仿作它的典型的风格特征 所以它仿作了这个鲜艳 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的用色太平淡 俗称叫做一道汤 它只描摹了一次 而齐坤先生颜色它要描摹几遍 之后它才有那种透明感 而这件作品它只是加强了颜色 没有领悟齐坤先生那种用色的真谛 我们看这件真的 这件都真的为什么好呢 一号说得非常好 第一 感觉很安静 这种山春云雾环绕的这种意境 这其实是中国绘画的精髓 中国绘画的特点就在这儿 它和西方绘画那种写实 是完全对立的 这也是我们说中国画之所以伟大 或者说之所以高明之处 谢谢李老师 谢谢 你看这个这么有意思的一张小画 这个画跟刚才吴祖仁先生 那张熊猫大小差不多 齐坤跟吴祖仁先生可能这个市场表现 是不太一样的 请各位出价 好 我们来看看关键的最后一分 请看各位的出价 最高出价15万元 最低出价3万元 我们来看看两家专业机构 对齐坤山居图给出的估价是 还是3万元 4号加一分 请大家记住今天这场一拳 已经出现了四件3万元的东西 3万元的东西 3万元的价格 李老师怎么看 一个原因是因为尺幅比较小 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齐坤梅想高寿绘画特点呢 还是在传统的这个圈子里打转转 当然民国时期呢 中国画不是以创新为目的 而是以描摹古人 通过理解古人 来抒发自己的这种感情情绪 但现在我们的评价标准不一样了 创新是第一位的 有特点 有新的想法 新的技法出现 所以吴作仁先生 为什么能得到市场更高的追捧 和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好 谢谢李晨先生 到目前为止 排名第一 得分最高的是4号 他有10分 排名第二的是2号 哎 了不起啊 两位女士 2号有9分 而排名第三的有两位 是1号和3号共击8分 两位要争夺一个第三名 很残酷啊 两位表现都不错啊 争夺第三名 我们用抢答的方式来解决 请听题 赤隆最早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是在战国时期 而从现存文物看 预期上出现赤隆最早的是 下列哪个朝代呢 这题目挺绕的啊 看清楚啊 战国 唐代 宋代 元代 开始 好 1号抢到了 我告诉你规则 因为你抢到了 所以你现在 首先应该决定的是 你自己答还是他来答 他答错了算你 答对 我喜欢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边 太好了 来 1号 我选A A 题都说战国了 是吧 就选A 3号 如果你抢到你会选哪个呀 我会选C 你会选C 宋代 正确答案是A 好 祝贺1号 不冤啊 老唐 不冤 不冤不冤 这样你答也错了 我们祝贺 4号 2号 1号 最终环节 祝贺他们 本届产品为清淡和田白玉 吃龙玉佩 清白玉质 细腻温润 油脂感强 刀工精细流畅 以浮雕的手法雕琢出三条 矫健有力的吃龙 盘绕在玉佩之上 两侧的吃龙婉转攀爬 与顶部的吃龙相互呼应 愈然灵动颇巨动势 吃龙有生腾繁荣之意 另一面雕刻海水江牙文 寓意万事生平江山涌护 玉佩整体造型精美构思巧妙 寓意吉祥 尽显中国文化契约 属于清淡玉器中的上乘之作 这件难得的清淡和田白玉吃龙玉佩 价值几何呢 欢迎各位来到 《金天玉垂玉玉》的最终环节 今天我们最终环节的三位 拥有不同的出嫁机会 4号有三次机会 2号有两次机会 1号有一次机会 所不同的是呢 现场的所有的女奪宝人 都冲进了最终环节 只有一位男士 拥有屈屈可怜的一次机会 来陪跑 加油 你也得加油 一次机会也得把握住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 为大家找到的是 这样的一件宝物 寶主认为它是一件 清淡和田白玉吃龙玉佩 我们有请宝主上场 我们欢迎宝主 黄翠霞女士 老师好 欢迎您 大家好 各位大宾好 我们这个 能在这个环节上场的宝主 挺少的 一般一年的就两三个 是吗 那我挺荣幸的 不是 那不是 我们也很荣幸 因为一定是东西很重要 才会让宝主出来 我们好多宝主他不敢出来 他对自己的东西没有自信 您对自己的这件宝物 一定是非常自信了 那是肯定的 这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呢 这个是我们那个祖传的 家里祖传的 一直在您家里边 我听那个老一辈人说 一直在家里放着 您认为它是一个清淡的玉佩 您的依据是什么 我就听那个老一辈这样讲的 我觉得他们肯定 不可能说谎呀 那不是说 那万一他们弄错了呢 不会的 不会的 杨宝杰先生已经仔细 给您鉴定过了 这确实是一件清淡和田白玉 为育的吃龙玉佩 您心里边觉得它得值多少钱呢 我拿出现就是比较近的一些 亲戚的都估过这个价格 有说十几万的 现在40万的 100多万的都有 所以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 也是希望老师给估个价 是吧 价我们已经估出来了 现在是让他们猜 是吧 你自己猜一个价格吧 有一天30多万吧 对 30多万 对 好 供各位参考啊 他个人认为30多万 来 各位 清淡和田白玉 吃龙玉佩 估价 开始 10秒之内 如果三位都不出价 4号必须首先出价 还有5秒 4号 38万 真听话 谢谢 38万 38万 38万行吗 38万行吗 38万就卖给他吧 好吧 可以再估一下 可以再估一下 38万元是龚盛的首次出价 请盯提示 38万元 高了 高了 我觉得都挺高的 两个都挺好的 3 4 3 4 3 4 4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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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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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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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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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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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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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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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